好,蒋安申继续读书啊 这段废话王三峰就叫做民主是中国发明的 没有聊回来 继续说前面的话题 苏星说其实有些话我没有说透 现在跟你说实话 我拥护文革,但不暂时毛的思想 毛是想把一党专政永远搞下去 历史早就证明了 这是一条死胡同 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不搞民主都不会有出路 西方人 王三峰打断他 你别老说西方,民主不是西方发明的 是咱们中国最早发明的 苏星愣了一下 说你是开玩笑 还是任何政党 王三峰笑着说 关键要看是不是事实 苏星说你把事实拿出来我看 王三峰说你会不会打老虎杠子 那就是中国发明的民主吧 苏星愣了 说老虎杠子 与民主有啥关系呢 王三峰说 民主西是一种不让产生一家独大的制约机制 老虎吃鸡 鸡吃虫 虫吃杠子 杠子打老虎 这就是个圆圈 一个制一个 没有最大的 这才是社会公正 这个游戏才能玩下去 如果缺一个 比如没有杠子 老虎就成为最大的 没有制约 人都想当老虎 还怎么玩 这就像总统管官员 官员管百姓 百姓用民主的办法管总统 也是个圆圈 不是民主 是啥呀 苏星点头 说有道理 可惜中国人多数不懂民主 王三峰说 中国人咋不懂民主 人人都懂 连小时 学生娃娃都懂 咋不懂 苏星可以给一脚说 你不是为言耸听 故作惊人之语吧 他们说 小学生会不会打老虎杠子 会不会出石头剪刀布 会打老虎杠子 会出石头剪刀布 就懂民主 这一说 苏星不言语 好 拜拜 下期